歡迎收看新闻大白話 觀眾朋友我們來看一下 他總共開放了三波預約 三波的預約其實 才75萬2000多人預約 這個是成功預約的人數 不是說實際施打 實際施打大概是60幾萬人 可是對照一下BNT 都還沒有來 這是民間張羅來的疫苗 他三小時開放 就有197萬人登記 到目前為止我們得到的資料 是341萬人已經預約登記了 因為是可以複選的關係 有人是複選兩種或三種 如果有打勾到這個BNT的 我們都算進來是341萬人 其實高下力判 數字已經說明一切了 那對於高端疫苗的信心 大概只有蔡總統 還有我們的賴清德副總統 他們率先出來捐出手臂 可是號召的人很高調 可是跟隨的人看起來 稀稀落落的 一直到昨天觀眾朋友 政治指揮中心 剛剛發布的最新數字 昨天一共接種的數量在這裡 AZ接種了1G跟2G 加起來大概1萬多 那莫德納接種大概也 將近1萬人 高端的加 高端接種的人數 已經掉到742人了 真的是少得可憐 那當然這兩個 所謂AZ跟莫德納 因為現在庫存比較少 所以施打的人數 你看到昨天施打的人數 其實是陡降 只是高端其實還有存貨 我們一共封堅了81萬多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80多萬的高端 這個數量還是綽綽有餘 可是到目前為止 到昨天的接種數量 已經落到百位數了 三位數 真的是少得可憐 加起來是64萬多 那我們來看看至於即將要來的BNT 很多人都在期待的BNT 有人在期待第二劑混打 有人在期待第一劑 那當然青少年他們只能接種BNT 這一款輝瑞疫苗 那指揮中心今天最新的一個公佈 這個對象施打的順序怎麼樣 他說開放12到17歲 這個是造冊 所以你家如果有12到17歲的青少年 你也不用去幫他預約了 反正就是會造冊 這是照這個數字照 照他年紀以來造冊的 那其餘第二類 就是說第二個優先順序 第二優先的是誰 18到22歲的年輕人 他們是到預約平台去登記 還有預約 可是基本上就是把他們又 這個順序又往前提了 於是有很多人就不開心了 就是怎麼搞的 你知道我們登記這個莫德納 本來還沒有BNT的時候 登記莫德納 飛沫不打的人有400多萬 那些人有六十幾歲的 有五十幾歲的 有四十幾歲 三十幾歲 二十幾歲都有 就是說五十多歲 六十多歲還有很多人 第一劑都還沒有打 很多人也寫信到 我們電視台來問我們說 他第一劑都沒有打 可是他只想打莫德納 或者是BNT 那現在眼看著BNT 終於來了 民間張羅來的BNT 又要開放給年輕人打 這些人真的是情何以堪 那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大家擠破頭 當然最根本的問題 追根究底就是疫苗不夠 大家都說政府的超前部署 變成落後部署 疫苗其實是遠遠不夠我們打的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都在做預報員 都在做記者 都在發布獨家訊息 寄口口解釋 然後王瑞德也是另外一位資深的前輩 他在昨天也透過臉書說 恭喜大家明天會有百萬劑疫苗來台 不是BNT 他透露了一些端倪 那王定宇也PO了一個可愛的圖 期待中他說 今天早一點說晚安 大家明天見 今天有什麼好事呢 當然就是我們知道AZ 我們自己買的AZ有59.55萬 這個數字我也覺得很奇妙 59.55萬 怎麼不是60萬 可是跟王瑞德講的100萬 還是有差距 不過不管怎麼樣 終於我們自己買的 又有一批來了 又有一批來了 那我們當然會覺得說 我們比較寬容的看說 好啦好啦 因為不好定 那個到貨率也很差 不忍苛責 可是主事者如果自己說 我很棒 我很厲害 疫苗我們已經比立法院報告實說的 八月底一千萬劑疫苗 現在一千一百多萬了 已經提前達標了 你自己還在自吹自擂嗎 我們來聽聽看 蘇貞昌院長今天怎麼說的 疫苗我們也已經 比我到立法院報告實說 八月底一千萬劑 現在一千一百多萬劑了 進來已經提前達標 目前確定已經可以獲得的 國外疫苗 包括由全球供應鏈平台COVAX 大概有四百七十六萬劑 大概在今年的第一劑 可以得到 而AstraZeneca疫苗 我們購得一千萬劑 大概在今年第二劑 可以獲得 另外Moderna疫苗 我們得到五百零五萬劑 大概在今年的第二劑 可以取得 我們把今年二月 二月份當蘇貞昌院長 在立法院的報告 跟今天他講的話 撿在一起 大概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又在說謊 怎麼搞得又在騙 跟大家講一個最基本的笑話 有一個年輕人二十五歲 他現在月薪三萬塊錢 然後他說他五年之後 就算薪水不漲 他五年之後 要買個兩千萬的房子 然後結果五年之後 他真的達成了 真的達成了 然後他怎麼達成的呢 他說我自己 這五年下來 我大概存了五十萬 再加上我爸給我一九百五十萬 我就達成了 就這麼簡單 頭款就付出來 這不是就是笑話嗎 蘇貞昌怎麼好意思講 你忘記了 是美國爸爸給了兩百五十萬 加日本大概都給了三百多萬 還有立陶宛跟捷克 給的那些機靈數字 才湊成這一千萬 不然的話 你自己實際到貨了才來 大概不到五百萬 差不多五百出頭吧 你怎麼好意思講 你真正達到你自己的目標 其實才一半而已 結果你現在 對 因為 他2月26號明明講兩千萬 國外的疫苗 那個兩千萬 他現在已經完全當作 沒這回事了 反正因為他自己也真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來 所以 這真的是臉皮厚了 跟犀牛皮一樣 你現在是怎樣 保育類動物嗎 覺得這樣講就沒關係嗎 真的是很丟人 然後我也必須說 對 你們有執政優勢 有一些媒體人 跟你們比較親近 或者有一些民意代表 跟你們比較親近 每一次都有一些消息 但是你放消息給人家 是不是也要放得準確一點 每一次都故意 像人來人來 又有一百萬機 又有兩百萬機要來 結果來的數字都有落差 而且還都很機靈的數字 這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每一次 跟你們預期的差距都這麼大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們放給Coco 我都比較準 到底怎麼回事 可是消息來源不一樣 有人是從蘇院長那裡 有人是從陳時中那裡 還是某一些人 是負責誇大部隊 某一些人 是負責精準部隊 這個我不知道 這是不是你們的分工不同 這個我就不曉得 但是我必須講 我們整個疫苗的預約 根本就是亂來一通 我這幾天我一直 因為有BNT來 我也想說我第二劑 是不是能夠預約到BNT 當然我知道現在不可能打 我可能等到10月11月 至少先讓我預約一下 結果我上去 他一直告訴我說 你9月29號之後才能預約 那我就很不平衡了 你知道為什麼不平衡嗎 因為他給我的理由是說 現在疫苗沒有開放混打 陳時中昨天不是說 可以開放了嗎 不是 我跟你講 不是陳時中說可以開放 我就有朋友 他第一劑跟第二劑打是不一樣的 他是第一類嗎 我不知道他是哪一類 因為據我所認識 他應該不是第一類 第一類的話可以開放混打 醫護人員 這不是很好笑嗎 第一類的人不是人 他如果可以開放 他的體質跟我們有什麼不一樣 醫護人員跟我們長得不一樣嗎 對啊 都是人 對啊 都是人 如果他能夠開放混打 為什麼我們不行 這到底什麼道理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 就是亂來一通 亂搞一通 那個預約平台也不知道玩什麼 那現在他又12到17了 又18到22了 那原來有400多萬人 在等著莫德納 那他怎麼辦呢 那其中有一些很便捷的 比如說像那個 我們的亮哥 亮哥本來是更新等莫德納 是 快到8月的時候 他被我說服了說 算了我也是購一下AZ好了 你幹嘛說服他 對啊 結果他現在又貢估 又貢估 他現在莫德納AZ還是等不到 那他現在要再上去改 再加BNT 那按照這種順位 他永遠等不到他想要那個 而且他都60了 對 所以 把他的秘密講出來 所以我必須說 他到最後搞不好還是AZ 是 對 所以你不是搞得讓大家 這也撲空 那也撲空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呢 既然人家已經去預約了 不就是應該按照預約的順序 讓他去打嗎 不就是這麼簡單嗎 你們為什麼每隔一段時間 要改變一次遊戲規則 你們這樣玩到底要玩到什麼時候 才過癮呢 那現在你每一次改一下遊戲規則 一定會有一些人不滿意 而且我本身沒有一件 好 因為我至少打了一劑 你說年輕人去打BNT我也OK 但是那些苦苦從一開始 又等到現在來 你有沒有想過他們的心情 你有沒有想過他們的感受 至於說高端 為什麼昨天只有740人打 這個數字我超驚訝的 一下子變成三位數 不是 不奇怪 因為前面打完了 前面打完了 你忘記一開始真正預約捐重 總共有58萬 賓哥 75萬人 才打了64萬人 其他有十幾萬人跑去哪裡了 對啊 就氣打 逃兵 就氣打了 氣打 對啊 所以他本來預約到這個時候 就差不多了 他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現在只打64萬 所以還有22萬的高端 至少還有22萬的高端現貨 怎麼辦 我不知道 現在就要看哪個族群倒楣 哪個族群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抵抗中央的命令 所以我們的政策每天在變 然後就是讓政府這樣耍著玩 我覺得台灣人真的是非常可悲 鄭老師 你看我們的疫苗政策 其實疫苗的先後順序 每一個國家都會制定 他所謂的一套遊戲規則 可是當這個政府的遊戲規則 已經讓人民覺得不公平的時候 人民還能再相信政府嗎 你說 讓人民覺得不公平之前 我是覺得先講講蘇貞昌這個表現 剛剛韓平已經分析 還好現在這種電子錄影 很能夠把資料調出來 兩二月份才講的 他昨天他竟然可以講說我達標了 那這個公然說謊 然後硬著臉皮這樣說 我猜 因為我聽到一個訊息說 他馬上立法院要開議 他要上台施政報告的時候 大概藍軍準備杯葛 那他就講說 你看我已經達標了 心動心涯 明明一檢驗 你距離差那麼遠 那兩千萬 那當時開約支標開那麼大 牛吹那麼大 可是他現在 反正是先說給他們綠營的聽 說我已經達標了 如果這個時候藍營上去 給他阻撓 不准他上台去報告 那甚至產生衝突 他就可以講說 你們都不講理都不理性 因為綠營的支持者 不會看我們這種電視台 那他再加上其他那些綠的名嘴 幫他掩護 他就是為了他可能面臨的這個杯葛 可是你可以這樣子嗎 你開出了支票 你不要講說你兩千萬到現在 就算你說了一千一百萬 你也沒有達標 更快一千一百萬 撐得很多是討來的 你二月份的時候 你就預知 你會當乞丐到處去討疫苗嗎 你明是討來才湊齊的 那你之後面對民意 面對立法委員的時候 你就是要接受批評 你接受批評 才有你跟他講說 那老百姓覺得很多人不公平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你該怎麼辦 他根本擺出這個正式說 我達標了 也就是說到了立法院 面對立法委員 面對反對派 要質疑他說 你到底是如何執行疫苗政策的 你到底中間出了什麼問題 你到底為何讓老百姓之間 苦不堪言 有的到現在還沒有打到 有些今天想打這個 明天換成打那個 跳來跳去 到現在落空了很多 那你讓老百姓受這麼多苦 另外為什麼第二類的這麼多 他剛剛講說那個十七 十二到十七要造冊 對 那第二類那個膨脹的很多 會長胖的那個 名冊拿出來看看 立法委員沒有資格嗎 是啊 要監督你 你把這個名單拿出來 經不起經驗 那這種 我跟你講 他們大概已經在沙盤推演 準備到時候 又怎麼樣說 南軍不講 我那天就看到王浩宇就講 怎麼講 你讓我講 他說 你台灣人就不生在福中不吃福 我們有四支疫苗可以打 美國才三支 美國就是嬌生莫德納跟輝瑞的 我們四支 你們三比四 我們比美國還厲害 你還生在福中不吃福 有這種幫他們在胡萃亂扯 那我就跟他開玩笑 我說你把高端跟聯亞送給美國 美國就五支比我們還多 人家會要嗎 你竟然會出現這種 已經開始在那邊 包括那種王鼎這種 開始在製造歡樂氣氛 開始在那邊強言說笑 說我們多棒多棒 都是為了掩護他們政治上的 思德思勝 這個實在是不誠懇 老師不好意思 我回去 王浩宇那個邏輯如果能成立 中國大陸二十幾支疫苗可以打 他是歡樂到爆炸 真的 他那是世界強國的 你看美國 美國看看美國才三種選擇 我們有四種選擇 觀眾朋友 你覺得這個邏輯對嗎 歡迎剛剛加入我們的 游淑慧議員 哈囉 大家午安 淑慧 你覺得我們這樣 現在這個蘇貞昌講說 他居然可以大言不慘的說 我們已經提前拿標了 不然你是要拿我有什麼辦法 就這樣了 我已經交出成績單了 我們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到貨疫苗 大家如果去統計的話 七成都是靠捐的 真的都是靠捐 都不是靠你民進黨買的 這個七成裡面還包括說 現在即將要到貨的這個BNT 也是別人送的 你不要以為是郭台銘出錢 就是跟你民進黨有關好嗎 郭台銘跟台積電出錢 裡面還包括很多人一起出錢 什麼人 他們的小股東們 這些等於是全台灣人 自己再拿錢再去買這一筆 大家不要忘了去年立法院 就已經給了這個衛福部 三百多億要買疫苗了 那請問一下你錢 到底用在哪裡去了 我們一直在問三個問題 到現在衛福部 都沒有給我們答案 第一個問題是你錢花到哪裡去了 第二個問題是你疫苗單價 到底採購多少 第三個問題是你第二類人 到底是哪一些人 現在七月份 我們不希望打到很多鬼身上去 今天陳時中公布了一個超瞎的數據 我告訴你 我們第二類官員沒有打很多 官員只有打2.8萬人 其他人都是造冊 OK 他公布了一個清單 造冊清單 你加一加 這些造冊清單加起來才21萬人 可是我們現在第二類已經打到28萬人 即便你衛福部拿出來的清單 裡面都還有灌水 對 還有落差 你落差的七萬人到底在哪裡去 你今天都敢開記者會 你都敢針對第二類去打的講的時候 你為什麼這個清單還有七萬人落差 你是當我們數學不好嗎 而且第二個他說官員沒有很多 官員才2.8 我告訴大家 不是看你2.8萬 佔的比例多不多 而是我們全國的官員 也不過才兩三萬人 官喔 什麼叫官呢 陳時中 是九職等以上科長叫官 還是十職等檢任級教官 你告訴我 我告訴你 等於是你們這些當官的全打了 我昨天就一直幫基層的公務員 這個喊冤 我們以為公務員打很多 因為第二類打到27萬 全國才36萬公務員而已 是不是所有公務員都打了 可是我跟大家講 我在台北市政府 跟台北市政府公務員開會的時候 他們一進來都會先問一個問題 打了疫苗的舉手 我告訴你 十個裡面只有兩個人有打 其他人都搖搖頭 那請問一下 那都打到誰升上去了 你都說打到基層公務員 沒有吧 你這2.8萬人不是說 我只佔了全部的第二類的十分之一 不對 你是所有官員百分之百都打了 其實誠實是最好的上策 如果可以政客誠實一點 我們現在這些問題 或是我們節目也不用這麼 想了這麼多的這個 譬如說圖表來做批評 我們也不想批評 我們不想罵人 可是你就是不誠實嗎 包括我們剛才講的第二類人是誰 你居然可以造冊 譬如說小朋友 青少年你可以造冊 你第二類人 每一個人你可以造冊出來 他是誰 什麼植物 什麼時候打了疫苗 這不難吧 現在的資訊這麼發達 其實不是很難 還有一個就是淑慧剛才講的錢 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立法院有邊預算給你去買疫苗 結果我們現在手上有的疫苗 幾乎都是人家送的 美國爸爸送的 日本大哥哥送的 郭台銘 慈濟 台積電 小股東 以及社會的善款 因為你要知道慈濟的這些錢 應該都是社會的善款 都是捐出來的 我們給你的錢 你到底拿到哪裡去了 一劑買多少 這很難嗎 這不能講嗎 所以這個政府什麼東西都是機密 上誌論文下誌明冊 全部都是機密 連開會內容也是機密 反正也不錄影也不錄影 整個國家是怎樣 特務統治國家嗎 每一個人都是機密 隨時都有共諜勝入 如果這樣來講 全台灣都是共諜 你也不用掙扎了 已經直接被統一了 不是嗎 那我們其實只想問一件事情 我現在也不要你公布明冊 你告訴我 你就只要告訴我一件事情就好 第二類到底還剩下多少人沒有黨 你到底還剩下多少人沒有黨 那是不是可以停止了 不要再繼續擴充了 他繁殖累夠多了吧 跟顏良一樣 展不完觀光也會累 對不對 所以拜託 你告訴我現在 到底還剩多少 我們有一個數字 不要再跟我亂來 不要再跟我衝康 然後昨天亮哥 在另外一個節目也發現 他不只是第二類會這樣爭執 第三類也會爭執 第三類不是航管的人員 還有航員 crew 還有 crew跟海上 crew 他那個第三類 都分五大類人 那其中第五類 是由主管機關認定之人 你只要一認定 就隨便大家解釋了 那無限大 那如果什麼東西都是由政府 隨時去認定 那人當然是會無限的擴充 所以我現在只拜託一件事情 不管你第幾類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確定的人數 台灣人每天沒有 一生下來就二十歲了吧 對不對 所以再生了應該 有些嬰兒都不能打 所以如果連最基本的人數 都告訴不了我們 那老一講 我覺得你從頭到尾在搞鬼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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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